大家好 我是陈寗 今天 我要做一個驚喜開箱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剛剛要再拍這支影片 就是這個 VPI Player 如果 他這是我們的最新嚴選的 嚴選的這個 說入門也不算入門 因為他價格不太入門 反正就是一台新的嚴選的黑膠唱盤 你想認識他的話 我們有影片 你可以回頭看那支影片 但是 我們在準備要拍他的時候 貨運就來了 然後貨運來了 就送了這個 Amazon 的袋子來 那因為這個袋子 最近我們這種尺寸的東西 我們最近實在收到太多了 所以 任何一個人看到他都會知道說 陳寗,你的黑膠來了 不管是紙箱也好 還是袋子也好 反正看到就是陳寗,你的黑膠來了 就是這樣的概念 可是 我剛剛就是左看右看 因為他其實原本有貼紙 後來我把他撕掉了 結果我叫助理把他撕掉 那看了這貼紙之後 然後我就 我是有買 可是我真的想不起來 他是什麼東西 因為真的買太多了 然後有很多他的那個膠期很長 所以 拿起來又厚厚重重的 好像是兩片裝的黑膠 所以我們今天就很簡單 就是來體驗一下這個 驚喜菜箱的喜悅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買了什麼東西 前兩天 因為 星期六星期天是沒有助理的日子 所以沒有助理的日子 我就索心不工作了 其實沒有,我還是工作了 但是呢 為了避免自己 就是真的一直就繼續工作下去 那老醫生就叫我不要工作了 還這樣 所以我跟我太太就出去逛街 結果出去逛街 有大買特買 然後買了一大繞的黑膠 然後隔天 隔天就星期一來嘛 然後助理看到就說 嗯 嗯 我聞到了財富自由的味道 我說沒有沒有 這還差得遠了 因為那些也就幾萬塊而已 跟我後面這些東西有比起來差遠了 但是呢 這種東西就是 怎麼講呢 你 一直買 買久了就會比他貴了 那這個東西呢 買一次就買一次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快樂地來開箱它 那 如果說呢 看完這影片之後 你對這黑膠 你也想要認識 有所認識 或者是你想買一台 不知道怎麼選 在這個地方呢 有Line的連結 這個Line不是Line的連結 這是Line的QR Code 因為之前有很多Brother和Sister的跟我反映 他找不到 所以呢 這裡有這QR Code 方便你找 那如果說呢 你要看商城的連結 在這個下面 影片下面呢 在這個資訊欄裡面 有商城的連結 也有Line的連結 點了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 現在拆這黑膠 我們拆得非常熟練 因為以前啊 會很擔心 那拆黑膠的時候 去割到裡面怎麼辦 後來才發現呢 其實沒這回事 其實呢 我們就很簡單 就是呢 像這種袋子呢 就是 怎麼好拆怎麼來 因為 我後來發現 美國人呢 在 在弄這個黑膠的時候呢 他其實保護得非常好 所以呢 裡面的紙箱啊 什麼都會弄好 我把它拆開 我不講話 這個太吵了 我直接把他拿出來 美國人 他們有這種盒子 我有的時候覺得 美國人真的 非常非常的兩極 他想環保的時候 就真的很環保 他這整個盒子呢 都是紙的 連膠帶都沒有 然後 他就是裡面有個雙面臉 那黑膠插進去之後 然後這個地方蓋起來 然後他是雙層的 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他是雙層的 可以看到 他可以這樣撐開有沒有 這樣撐開 他是雙層的 所以 這個保護力也不錯 你要把他折壞也很難 當然用力折還是會壞啦 但是 就是你也不太會折壞他 所以 有的時候覺得很好玩 美國人在環保的這件事情上 有的時候又可以做得很好 這個我覺得日本人也要學習一下 日本人寄來的黑膠 就是我從日本買壞黑膠 裡面光一片黑膠套了三個塑膠袋 我真的講 What? 為什麼 你一片黑膠套了三個塑膠袋 這樣有比較好嗎 然後 裡面放了一堆泡泡紙什麼 就用了一個很大的紙箱 然後裡面就裝一片黑膠 美國人就這樣 弄一個這樣就裝一片黑膠 所以 有的時候也蠻有趣的 那我們就 我還是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上面什麼都沒寫 所以我們就快樂的撕開它 其實 很多人在撕那個蘋果的那個 包裝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驚嘆說 哇 你看蘋果巧思一堆 其實沒有啦 美國人習慣這種東西 從 這個 這個唱片 到蘋果 然後 到那個 加熱式玉米片 全部都是用這種方式 這樣子 爽快 就這樣 都是屑屑 那鼻子又過敏 美國人就喜歡這樣 從加熱式玉米片到洗衣粉 全部都是用這種方法 那個泰智的洗衣粉 不也是這樣嗎 就是拉一圈 那個很好笑 因為他拉一圈之後 他還有一個蓋子可以蓋回去 可是之前我們家媽媽不知道 然後呢 他就用暴力的方式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有辦法用暴力的方式 把那個泰智的盒子打開 就是硬撕開它 他黏得很緊 他就撕開它 從此以後我們家泰智的那個 洗衣粉 就沒有蓋子 蓋不回去 然後他就受潮結塊 所以後來呢 我就買那個 就是買了柯克蘭的洗衣粉 他不是有附一個密封信 然後桶子嗎 把他全部倒進去解決這個問題 好 現在驚喜來了 到底是什麼呢 看不出來它是什麼 好啦 直接抽出來 噔噔噔噔噔 我覺得我摸到了 好像是我們助理會很開心的東西 好像是 助理開心了 這張 就是星際大人他現在在那邊 我跟你講他很好玩 他什麼東西呢 他在 他在處理 就是我交代他做的工作的時候 他都會 都會在那邊說就是 不理我啊 什麼的這樣子 但是呢 就特別拿出星際大戰的黑膠 因為我有很多星際大戰的黑膠 包括 我一位很好的brother送給我的 他說 陳寗那麼喜歡 那送給你好了 然後後來我自己又買了 就是從星際大戰 12、34、56、7、8、9 全部都有 然後還有一些限量版的 然後 這一張呢 為什麼會特別買他 其實 我們已經有了 但是他是Remastered 版 他是 John Williams 當年指揮倫敦 交響樂團 你看他這裡有寫 我們看一下 這個地方 他有寫John Williams 他是 音樂由John Williams 譜曲並指揮 這個倫敦交響管弦樂團 LSO 這就是一個非常不務正業的樂團 其實 我必須說呢 就是這個 這個 LSO 是一個很好玩的樂團 因為 LSO 他成立之初 其實是有一個 指揮去 就是召集了這些人 他們想要成立一個英國很棒的樂團 大概在1900 年左右的時候 結果呢 他們 這個 就是他們這個團員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很堵爛這個指揮 結果呢 他們就把指揮開除了 可是呢 因為指揮是這個團的核心 就是他是召集人 所以他沒辦法開除這個召集人 於是他們所有的人就離開這個樂團 然後自己跳槽去成立 LSO 然後成立 LSO 之後 他們就說我們要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因為 維也納、愛樂 他們都是古典嘛 玻璃、愛樂也都是古典 所以 LSO 呢 他成立之後 他除了演奏古典之外 他也演奏非常多的電影配樂 比如說像我們熟悉的 基本上只要是 John Williams 的 通通都是這個 LSO 指揮的 然後 像什麼哈利波特啦 星際大戰啊 都是 那當然 最近 一些傳統的老團 也低頭了啦 像那個維也納、愛樂 不是就 John Williams 跑去指揮維也納、愛樂嗎 我跟你講 John Williams 一定是想要趁 他還健康的時候 好好的大撈特撈 為什麼 因為 之前他出了那張維也納、愛樂 賣得很好 對不對 4 月的時候 他要出柏林、愛樂的版本 一樣的曲目 再指揮一次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好啦 我們可以聽到 LSO 的團的表演 又可以聽到呢 維也納、愛樂的表演 然後還有木特 然後呢 再來還有柏林、愛樂 太可怕了 我的天啊 這個 我覺得 這個 John Williams 他的這個 這種行徑 已經跟這個 這個青山鋼艙 或者是鵝也秀明 差不多等級了 我覺得太可怕了 那今天呢 我們這快樂開箱 我們就用這個 把他撕開來做結尾 我們把他撕開拿出來看一下 因為星際大戰的黑膠 其實有的啦 他會有一些特別的圖案印在膠片上面 之後會再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好玩的 就是 他叫做 Hologram 就是呢 你可以在上面看到 立體的太戰機跟立體的死心 那這個呢 Remaster 版的我特別喜歡 我有一位 brother 他不喜歡 Remaster 他說 Remaster 就沒有當時的味道了 但是呢 我特別喜歡 Remaster 因為 Remaster 通常聽起來比較震撼 那正面剛大家已經看很久了啦 那我們來打開一下 看一下裡面 裡面是 翻畫 是陸克跟那個黑武士的對決 然後呢 接下來 他我們就知道他要說出了那個 千古名言就是 I'm your father No 就是 就會出現這句話 那通常呢 裡面應該會附那個海報 我先看有沒有附海報 沒有附海報 他的海報就是這一張 那我們把他的黑膠拿出來看一下 這個星際大戰的黑膠有兩個很極端的情況 就是一個情況是 他的這個袋子是有圖案 一個是沒有圖案 那顯然他是沒有圖案的那一派 沒有圖案就是一個黑色的袋子 然後呢 我們把膠片拿出來 通常這種袋子我都會換 因為他只是普通的紙袋而已 對 這個疊片還滿傷的 所以 通常呢 我後來都會再把他換成我另外買的塑膠袋 然後 就是裡面有抗靜電袋的那種 然後這個黑膠片本 這個袋子就 塞在裡面 然後 外面在用之前那個 Final Fantasy 有跟大家分享過的那種 厚袋子裝起來 就保護得很好 裡面呢 裡面好簡單 就這樣而已 而且拿這個重量 拿這個重量 好像也不是180g 的那種 好啦 沒關係啦 管他的好聽就好了對不對 像這種東西我們就是要這樣子 看到開心的這樣子把他放下去 就是這樣子 假裝 自己腦補就好了 就這樣子 好 今天就快樂地開箱到這裡 原來是他喔 那個Amazon 上面跟我說 这一张要 3 月 16 号才会送到 结果 现在才 现在才 2 月而已 他就送到了 真的被唬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啦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那关于黑胶的事情 之后也会常聊 所以如果你对于黑胶的任何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之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聊 那如果说看完影片之后 你觉得陈寗的影片太棒了 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影片 那么在资讯栏里面 有这个频道会员的链接 在旁边也有这个超级感谢按钮 这两个都可以支持我 把影片做得更好 做更多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买更多的黑胶跟大家分享 这个很少钱的 所以呢 就是这样子啦 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也谢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